針對Q1 Q1這個儲存格好了 它當然會 再減掉多少呢 減掉17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欄本身怎麼樣呢 它不乘上8的倍數 等到它下一欄就18 18減掉17的話呢 要乘上8的倍數 這樣的話我們把它打勾之後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地方前面掃一個等號 這地方 公司的話就像這樣子 好了之後的話呢 往下填滿 那 1加上 往下填滿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個地方 這一個 這個 其實可以不需要分那麼多 這個 一次階段就可以做完 這個可以不要產生這個 這個也不要 直接就做出這個 那實際上就是把這個 跟這個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 那方法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邊我不是要產生一個 這樣對照表對不對 這個對照表 往下 往右 自動完成 那其實 你可以把這個對照表的觀念 再加跟那個if 兩個結合 不就可以得到 這個右邊的這個 我們這個對照表 那方法的話呢 方法的話 其實 比如說我這地方呢 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邊假設我 delete掉 重來 那這個對照表 我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你可以試看看 這邊的話呢 可以 乾脆直接用這個來做 這邊 這個對照表 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就是說 把這個對照表 在第二天